今天是周日 然后跟朋友约在家附近不远的一个国家公园 然后在玩 它这边很多名字都是叫 不是叫国家公园 但是其实面积都不是特别大 然后呢 这个呢 公园的话是依着这个河流而建的 然后带大家看一看啊 看看我们清卖本地人是怎么过周末的 这个位置呢 是公园的餐厅 提供就餐服务 然后这边是卫生间 一般啊 这边的卫生间外面 大家看 都有个花洒 因为大家从河里上来嘛 都是满身的沙子 是可以提供冲淋浴服务的啊 然后这边是餐厅 但是来着就餐的人特别少 因为大家都很多跟我们一样 就是选择自己带食物 野餐 这就是这条主要的这个河流 这一条河流 然后那边不知道能不能看到 有一张桌子 那就是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 这是我们中午要做烧烤 饮炭 今天特别成功 一次性饮燃炭 有秘籍 你看这河里泰国的小朋友 在玩那个打球 这也好玩 那现在呢 我先去取一下车 然后把车开到附近 再拿东西 拿了很多的东西 这个公园的 最里面 就是它的这个服务中心 然后还有一个小的一个咖啡厅 我们都已经从一点 不到一点钟吧 到现在五点钟 因为这边是五点半关门 所以我们要准备一下收拾回家 这个这边是停车场 摩托车的 然后汽车的 两边的路上也都可以停 把那个行车道 给大家让出来就可以了 旱季的时候人特别多 之前还没有中文的服务 然后这次来看到有中文服务 这个地方我们都还没有上去过呢 本来今天是要爬山 结果小孩就一直在玩水了 下次再来吧 然后这个地方就是 就是公园的这个问寻中心 前面呢 还有一个小的一个咖啡厅 给乘客提供一些 小的食品和饮料 已经现在是五点钟的时间 已经关门了 这个入口位置呢 它指的是到下面 这个河两边的位置 因为大家好多小朋友 都是在河里游泳啊 打水球 这个树都非常的茂盛 大家都在阴莲下面 搭上这个电子帐篷 带上自己的这些小炉灶 大伙做饭 看起来还是非常好玩的 因为消暑嘛 大家都套在水里 五点半 是这边关门时间 所以大家都开始 陆陆续续的 开始收拾行李了 前面这还有一个露营点 请问一问 一晚上多少钱 这是要自己带帐篷的 这边很多国家公园里的露营地 都是要自己来带帐篷 然后呢 它提供卫生间 可能都差不多 就是两三百株一 一个帐篷吧 这就是这个露营地了 还是很漂亮 你看 这边还有一个一个的这个 林河的这个露营地 就晚上睡觉 噪音还是比较大的 小瀑布一样 这个位置呢 就是洗漱 卫生间的所在的位置 刚才那转了一圈 但是没有看到有那个 问询价格的地方 可能是已经下班了 我估计可能都是两三百株的 这个价格 我们一会儿要回家了